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就是 兆豐銀行的這個 抱枕開箱 然後還有他們這個很可愛的 有沒有在這裡 好 有沒有看到就是這個 很可愛的這個應該是證件套 等一下我來做開箱喔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影片來介紹這個東西呢 好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說 兆豐銀行的處長他們其實 信用卡處處長他還蠻敢念於 就是我們很認真幫他們推廣信用卡啦 所以他們這一次有一些新的上市證明 有準備幾個分數來讓寶可夢辦活動 回饋給我們所有的小財神 那我們其實在前兩個月的介紹影片 我不是有介紹這兩張信用卡的開箱嗎 其實也有講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一些額外的證明給我們 包括就是我們的一秒Happy信用卡 就是送三個旅行箱 那這在我們上禮拜的直播 已經抽出得主了 那你可以在下面的這個資訊欄 可以看到相關的這個抽獎的連結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BT21 這個我們有做影片介紹 一樣就是他準備了五個抱枕給我們 那這一次的活動其實也是限期一個月 邀請大家去這個他們的分行 然後去不論是新開戶辦卡或者是換卡 那你拿到這張卡片之後你只要刷2000 其實你自己也可以拿到抱枕啦 這個抱枕限量6000個 我剛看一下官網 現在才有1000多人解完任務而已 所以他還有4000多個 所以你如果就是真的很想要這個抱枕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就是換這張卡片 然後自己刷2000塊就有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很簡單就是 8月份的活動就是邀請大家來換卡之後 只要認刷一筆來回報我們就抽獎 低於5個人就人人有獎 所以呢這次來回報我剛好只有5個人 所以這5個人呢就人人有獎了好不好 然後我會寫信來請他們提供地址給我 然後我就把這個抱枕打包寄給他們 好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小猜神如果你們有在看我們的影片的 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影片的訊息都是真真切切的 而且參加的人其實都不多 但是我們的獎品很多 所以中獎機率真的很高 所以像這個要你跑一趟分行 那你也不愛跑的 那就沒有機會了嘛 所以有的人呢覺得這個東西很可愛 他可以拿兩個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拿到卡片刷2000有一個 寶可夢再送他一個 那我們就真的只有5個啦 送完就沒了 那這個是處長他特別留給我的 因為他覺得說每次給我多少 我就全部送出去 然後感覺好像自己都沒有留 所以他就特別就是留了這個給我 然後也留了一個這個給我 然後我現在幫大家做一個開箱 對 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就拿到 但你都沒有時間做開箱 所以今天呢 就特別拍一支影片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有他們自己的這個 BT21的這個 抱枕的相關的這個資訊 你可以看一下 對 怕閃 怕反光 然後他的質地摸起來 其實真的還滿舒服的 而且他就是 蓬鬆蓬鬆的 所以你如果把他拿來 背後這樣子靠背這樣子做 也滿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真的是 很謝謝這個 處長送寶可夢給這個 那當然我們五個都會送給粉絲 基本上 人家給我多少 我盡量都是送出去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嗯 介紹完BT21的嘛 那剛剛的這個 E-MAL HAPPY 我們的旅行箱 也會在盡情送出去 給這些得主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個東西要怎麼辦 呵呵 有沒有 這個非常可愛的這個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證件套 那證件套的部分呢 我開給大家看 好 你把這個打開之後呢 呃 這樣子 有沒有 他是一個台灣爸 非常可愛的一個 這個 呃 呃 證件套 那你看他的背面 你在這邊下面是兆風銀行 然後你這邊可以塞下那個卡片 喔 蠻可愛的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喔 比如說你塞一張這個 E-MAL HAPPY的 喔 你可以這樣子然後就是上班啊 然後這樣子B-E-U-U-卡 還是B-E-卡通什麼的 這樣過 閘門 也都很方便 而且非常的可愛喔 那他這次不是用這種 所謂掛牌式的 他用的是這種小的 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它扣起來 那扣起來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 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 呃 隨身放在 口袋啊 或者是你放在你的皮夾 或寶寶裡面 其實也不錯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 非常的CUTE 那這東西呢 呃 我們的處長一樣 就是給寶可夢五組啦 但我一直想不到說 到底 要怎麼送給大家 因為也不知道 因為下面有NGN活動喔 大部分的NGN活動 在上半年就結束了 所以 下半年我要辦活動 就會變得有點 擠手 不知道送大家 就是要怎麼去衡量大家的這個標準 那因為趙鋒他們自己都有NGN活動啦 所以我在想說 現在只剩下一檔 還有NGN活動的 那就是我們的 你等我一下 我把它收完 好 這是要送給大家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收好 噠 噠 趙鋒 這個也是那種 仿金屬的這個做法 那你如果是趙鋒銀行的 呃 新護理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新護理 那你成為救護之後 再來辦這張卡片 跟團辦卡 我們就來抽這個 有沒有 很可愛的這個證件套 那 本團的做法一樣齁 就是 活動持續從今天起到年底 那你只要 就是沒有 身辦過GoGo Roll卡的小財神 你只要上車 那你辦到卡片之後 認刷一筆 然後來回報 我們下面都有這個 所謂的回報連結 你來回報完之後呢 我會在明年的1月中旬呢 然後來公佈這個抽獎名單 然後大家在一起來看直播抽獎 抽獎的話呢 除了送這個 我們當然還要有加碼啦 所以呢 這就是 我們一貫的玩法啦 所以也邀請大家就是一起上車 因為其實你上車的部分的話 這張卡還有MGM活動到年底 那當然 你們有MGM活動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支持 那我也能夠就是 把我的影響力再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那如果 2020年我們的這個 趙峰的MGM成效都還不錯的話 也許明年 我們還有機會幫大家在 爭取到更多的獎項 那一樣我們會特別辦活動來回饋大家 不論你是新戶舊戶 其實上車 我們都會有一些額外的活動啦 這是我自己 玩MGM那麼久的一個宗旨吧 你可以把銀行當成是一個資金的大水庫 那寶可夢這邊是一個中水庫 那你們就是小水庫嘛 所以 這個錢跟資源就是這樣慢慢慢慢下來 到你們身上 所以你們也不要就是 放棄寶可夢這邊的中型水庫 因為我們這邊真的會有很多廠商的贈品 幾乎都快要把我的工作室 就是 上班的那個地方 那個空間 小小的空間全部都堆滿了 這些贈品我一定要趕快把它就是送出去給你們 不然我就沒空間了 所以也是一樣 希望大家就是 在能力所及的範圍裡面呢 盡量多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多多支持 那我們一定會送出獎品 那你只要常常來參加活動 你的中獎機率真的非常的高 那也請大家多多支持趙峰卡 因為趙峰卡其實說真的 在我們的信用卡市場裡面 他不會算是這個 非常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卡片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基本權益普通 然後可能還需要靠一些特別活動加碼 然後來推升信用卡的回饋 所以他的卡片其實我覺得 在台灣使用上的人 可能感覺沒有那麼多 但我覺得這也是個機會 就是讓大家都有機會 來申辦信用卡來跟團 畢竟一個人一生只有一次的趙峰卡的新戶機會 所以其實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不管是拿到手刷禮300手刷禮500 然後再加上跟團禮 都一定要一次就是一網打盡 不要就是 呵呵呵 跟著別人的團 然後最後再來跟我願意要獎品 那沒辦法了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的這個 贈品開箱 那也不要忘記多多支持我們 我們就是真的是要有 更多的影響力 我才能夠幫大家爭取更多的獎品 好嗎 也歡迎你就是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真的覺得不錯的話 也可以把它公開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這個信用卡 這個嚕羊毛的奧妙之處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